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他抓住了 哈喽 大家早上好 还没时间 走吧 我们的室友 阿吉 老师 哇塞 这里的小散坡好漂亮 现在我们来到了河头村 我一直以为这个商业是用来胃馋的 其实它也可以做成一种蔬菜 可以吃的这种商业他们都长得不会太高 而且特别嫩 这里就是河头村的民宿 新六星天涯很多人过来玩 这些民宿是以前留下的老房子 然后重新改装了一下 又有点复古 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碉堡大楼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金百香谷 基地 我的天哪 这好多百香谷 开吃 吃后来了 看要再买一个 这个好像有点金黄哦 那就再它吧 刚咬开的时候感觉有点香瓜的香味 仔细品尝一下又有 一百多种的那种水果的香味 在嘴巴里面一直在滑动 翻浆倒海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 嚼一下这个籽的时候会嘎不嘎不脆 吃过百香果了就会知道 真的好吃 这里之前呢是一片荒地 然后村里面感觉也太浪费了 所以把它全挖了之后做这个百香果基地 这里总共的这个产业园是300亩 然后百香果是种植面积130多亩 这里就是花补基地养花的 然后还有很多品种 当地的楼民主要是种这个花 然后每年的收入最高的达到30万 可以看到到这边的楼民 他们都是小洋房 特别的舒服 都是盆栽的 然后成生绿化需要的 各种花都有 以前我们种水稻的 打来吃的没有卖的 以前收入的差比现在的差得多 开始三四年的时候 我都十几万一年 赞啊 赞十几万 明德红茶 我们来到现场这个园了 我们来到现场这个园了 你在哪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